汐止区厚德里每个星期三固定共餐 请老人家吃饭聊天 最重要的是鼓励他们多多走出门动一动 而中和福美福人社这几年也多次来关心为长辈们卷夹菜金 像是前两个月就来帮老人家还度重阳节 也因为看到厚德里老人共餐做得好关心长辈社会福利 所以这次也协助争取国际福人社全球奖助金3万美金 作为细子区光怀弱势及原住民社区创生推动补助 国际福人有奖助金计划 厚德里的善心的活动 我们觉得可以透过我们的财布师以外 法布师让社友们来参与怎么协助在地的 不管是失业的族群或者是中老年族群 能够做一些才艺技能 有商机可能性的增加家庭收入 改善社会经济 来这边了解一下我们厚德里 以及我们原住民家庭关怀协会 这边在地的一些需要 怎么样让我们福伦 我们的职业服务 还有我们的这个捐助的资金 能够能真正的帮助到在地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很比较深入的来了解 然后我们来制定比较好的因应的对策 以及实施的方法 我们最近有辅导一个那个上美卫星社 然后他们这边有十几位的那个才艺导 就是花艺老师 也可以来我们这厚德里这边来这个交导或是服务 让这个社区的话更有更多的那个年轻人或是老年人 做一些才艺来增加我们社区一个收入 综合福美福伦社以及福伦社奖助金委员会主委一行人 就到了厚德里拜访里长以及原住民家庭关怀协会 实际了解地方及需求 讨论出适合社区创生的实施方案以及规划 让需要帮助的人有一计之长以及创业机会 进而带动地方经济创造商机 那其实我们也想透过这样子的课程 让我们的原住民的族人有在创业的机会 所以其实但是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不论是师资或者是器材或者是器具的部分 都让我们的课程没有办法的散尽散美 所以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经费 也许可以让我们的器材去做升级 然后让我们的课程也可以更专业 总共申请了三万美金 那今天他们到我们的现场来 就是要了解一下所有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今天也请到我们的原住民国外协会的理事长 也来到现场来向我们主委来报告 我们整个的流程 或是整个的一些该如何来启动这个计划 能够来向我们的美国来申请这个奖金 来为我们整个厚得理这个奇怪的 不管老人年轻人 帮他们来做一个创业的一个途径 感谢福人社一行人协助申请全球奖助金 协助里内不管是老人共餐 或是原住民创生等等 总共三万美金 里长希望透过这项社区创生计划 能够为地方带来新的发展 志陈慧玲 西子 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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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